美逢佳节被私侵,中秋前夕,9月5日晚,800余名在福建福州的台湾同胞欢聚一堂,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迎中秋联谊活动。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习俗相通,近年来,美逢中秋台胞们都会相聚,共请佳节。 当天,这场由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组织的联谊活动热闹而喜庆。 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择来大陆寻找就业创业的机会。 刘耀斌是福建工程学院的一名台籍教师。 2016年,他从台湾来到大陆工作,三年的工作经历让他十分看好大陆的发展前进。 市场这么大,我相信来这里发展应该会比我在台湾会好一点。 我太太跟我小孩,我们都过来这边了。 然后我的小孩呢,现在在这边已经开始在念幼儿园。 其实我现在预期是我就直接就继续会待在这里。 人群中,记者见到了带着夫人和孩子来参加中秋联谊活动的台籍教师王健邦。 在台湾读王博士后,他就来到了福建工程学院任教。 目前是该校人文学院的一名语言学老师。 虽然来到大陆只有半年的时间,但是王健邦感受到了大陆浓厚的学术范围,并决心留下来。 对,跟台湾比起来的话,就是说你在这边,你只要有投入你的心血,大致上都会有成果出来。 那台湾目前就是比较饱和的状态。 在学术界继续打拼,看能不能够就是说多发笔篇,有词量的论文,然后对学校的学科建设可以有帮忙。 陈继维是台湾动态艺术协会的理事长,在台湾长期从事着编舞等领域的工作。 不久前,他从台湾来到福州,准备在福州成立自己的工作室,目前正在筹备阶段。 那文创园区他们给我们的,当然在这个租金上面就会有比较多的优惠,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个减免政策。 所以我觉得这部目前来说是对于我最吸引的地方。 所以在这边的环境利多,政策利多之下,又配合这边这么大的人口基数,我觉得这个市场是很庞大的。 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落干措施,实施以来,给台胞在大陆发展带来诸多便利。 不少台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享了自己的感受。 在他们看来,台胞来大陆发展的前景会越来越宽广,此外,他们也希望有更多台湾年轻人来大陆走走看看。 年轻朋友都可以到这边来考察参访,那我们这边能带的,能带他们的,能协助他们,我们都会尽最大的能力去帮他们。 在大陆生活呢,感受到大陆的这些飞速的进步,以及它机制体制,还有基础建设,还有这边人民的这种大陆同胞啊,他们是非常勤恳。 应该来讲,实实在在把这些好的方面把它说出来,然后展现出来,也让更多的台湾岛内的人民知道,来大陆这边实际的情况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